而累计到29号花莲已经有26人确诊了 这让医护人员增加不少染疫的风险 而中央购买的41万剂AZ疫苗目前到货 花莲县分配到2200剂 要让第一线的医护人员优先施打 新冠疫情确诊人数逐日攀升 医护人员每天更是忙得不可开交 除了要帮医师个案做筛检 还必须要曝露在危险之中照顾确诊个案 而中央购买的41万剂AZ疫苗日前已经到货 花莲县总共分配到2200剂 要让第一线医护人员优先施打 我们现在在四五天甚至最多一个礼拜时间之内 协助我们医疗团队把2200剂的疫苗全部打完 那这一次我们的医护团队 我们鼓励他们一定要每个人都在接种 因为唯有把医护团队他们具有免疫力之后 他们在照顾病化的过程中 生命得到保障 医护人员的生命得到保障 我相信我们一般乡亲的生命也能够得到保障 卫生局长朱家祥也表示 这波疫情相当严峻 医护人员的接种意愿都很高 希望能在最短时间内完成接种 逐起一道防线 而目前也暂时还没提供 一般民众自费施打疫苗 如果有意愿可能还要再等等 记者 许丽琴 欢联系报导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